大话水语 又和您见面了 今天咱们的热诚语 叫做 断 喝 吃 福 福啊 就是一鸭子的意思 那这是说什么呢 是说 有一个渔夫 他到河里去打鱼 在打鱼的过程中呢 他看见了一只鹤 还看见了一只鱼鸭子 他看着鹤 卖着它的长头 走来走去 他在看着鱼鸭 卖着它的短头 摇来晃去 这人就心想了 这鹤的腿怎么那么长 这鹤鸭子的腿腿那么短 我要是来个以长不短 岂不是很好 所以他回家的时候 抓了一只鹤 逮了一只鹤鸭子 就回家了 到家中 他把鹤的腿给剪下一切了 把鹤鸭子的腿给折断 把这个鹤鸭子的腿给鹤接上 山林药 沉上带路 把这鹤的腿也给鸭子接上 野山林药也沉上带路 就这样 他每天打鱼回来 就看着脸动 哎呀 这接上了没呀 应该是快了 这还没接上 最后 野鸭子也死了 鹤也完了 庄子听到这个故事 非常的生气 就说 这个人 就是不实事故 明明知道 这腿是接不上 还一接 断鹤驯服 这个成语 就是说 明明知道不可行 还要运行的意思 好了 这期的大话上 都很结束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敬礼